嗨 欢迎来到大眼兔玩具乐园 最后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我们去玩俏俏版吧 好呀 大家喜不喜欢刚才的表演啊 喜欢 大眼兔我也想自己演一次剧场故事 那你最喜欢什么故事 我 我最喜欢灰姑娘的故事了 让我来帮你吧 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帮佩琪制作灰姑娘的剧场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画纸和笔 还有涂色的蜡笔 一把儿童剪刀 我们先来制作剧场的背景版吧 先画一张灰姑娘原来破旧的家 它原来的家很破 有一扇关不上一直漏风的窗户 另一扇窗户上还破了个洞 家里的椅子看起来还比较完整 但是它的旁边竟然有个老鼠洞 墙角还有个巨大的蜘蛛网 往下一看 还有只蜘蛛吊着呢 家里的墙壁上也满是破洞 好了 我们准备给它涂色吧 先给破旧的窗户涂上颜色 还有椅子 还有椅子 给蜘蛛涂成这个颜色好不好呢 小朋友们可以发挥想象力 涂上喜欢的颜色哦 这就是灰姑娘破旧的家 这就是灰姑娘破旧的家 后来来了一位仙女 灰姑娘有了新家 新家里有一盏非常漂亮的水晶灯 灯上也挂满了水晶石 还有一张有爱心的公主床 就连枕头也有漂亮的花边 新家里还有干净明亮的窗户 漂亮的窗帘 准备涂色吧 小朋友们 新房子的颜色可以鲜艳明亮一些哦 水晶石也涂上七彩的颜色吧 把窗帘涂上这个颜色 是不是很好看呢 把小爱心也涂上喜欢的颜色 最后我们再给灰姑娘的新家 添上一个漂亮的化妆台和公主沙发 给这两件家具也涂上鲜艳的颜色吧 最后小朋友可以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 把它们剪下来 哇 全都挂好了 我们赶快布置一下舞台吧 先把旧房子的花插进去当做背景 好了 可以表演了 佩奇的灰姑娘剧场正式开始 好期待佩奇的表演呀 我是灰姑娘佩奇 听说今天大家都要去参加王子的舞会 佩奇 你今天必须把这间破屋打扫干净 可是 我们现在要去参加王子的舞会了 如果回来 你没打扫完 我们就告诉王后 让王后惩罚你 好了 我们快走吧 我也想去参加王子的舞会 可是我没有漂亮的裙子 还要在这打扫卫生 我是小岁女 我能满足你的愿望哦 仙女魔法 变 哇 是漂亮的裙子 还有 仙女魔法 变 变成新房子了 好棒嘛 这下 佩奇可以去参加舞会了 表演的可真棒 参加王子 参加王子 嗨 小朋友 喜欢这支影片吗 动动你的小指头 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吧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